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恭喜恭喜八大财 玉兔临门 红兔大展 兔来财运开 好 我们呢 在今年呢 大年夜要吃什么可以财运亨通钞票来 看到老师今天穿的红红火火的 有没有可爱啊 还绑了一个可爱的头发 好 要全新的出行给大家啦 好 我们呢 要大年夜了 今天呢 是大年夜呢 2023年的1月21号呢 礼拜六 全家合家团圆的日子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呢 大家都很匆忙的 要赶回家去团圆了 请开车要小心喔 好 海洋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YouTube旧频道呢 20.7万多人的找回来了 你们赶快再回到我的20.7万人那个频道去喔 好 那另外呢 也可以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也结果影片也都找回来了 只是我们现在正在上传当中 有一些频道上面的所有的资讯呢都在 海洋老师每天都用正向的能量的祈福 看到没有 我送神的时候也跟神明说 快让我找到 那当然这是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小编 他们的努力 那当然啦 也要感谢Google呢 协助 那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我们台北的小编 高雄的小编 都很开心 那找回来我就最开心了 其实努力了五年啊 真的很辛苦耶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要教大家呢 大年夜到底要怎么样吃 才会财运通通钞票来 而且健健康康 来 接下来 第一样呢 我们要吃甜年糕 好 2023年呢是更运呢 最后一年啊 所以呢 要接火运了 所以你最好多穿红色的衣服啦 啊 桃红色的衣服啦 啊 枣红色的衣服啦 都可以带红花的衣服也可以 因为今年是桃花年 人际关系桃花年喔 好不好 打扮漂亮一点喔 好所以呢 今天第一样要吃甜年糕 第二样呢 元宝饺子 饺子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吃元宝 好所以呢 一个人最少要吃好几颗喔 不能只吃一颗喔 你吃多一颗 多两颗 多三颗 多四颗 多五颗 多六颗 好 六六大蒜吃六颗 要发财吃八颗 所以那你不要给我吃六十八颗 六颗跟八颗就可以了喔 不是叫你吃六十八颗 有些人会听错 六颗或八颗 这样会不会 好 那就六六大发 八八呢 发大财 好 那如果吃九颗可以 也可以 长长久久发大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十颗的话呢 就是呢 十全十美了 好 第三样呢 要一只全鸡 好 全鸡就是呢 让我们在2023年呢 这只鸡呢 让我们重新起家 这样知道吗 起鸡 起鸡 家运重新来更好 所以呢 叫做全鸡 那你如果吃素的话呢 可用素食来代替 吃素的朋友可以素食来代替 鸡头要留着喔 不能吃掉喔 鸡尾巴留着 好不好 如果要吃鸡翅膀 我建议你还是先留着 大年初二以后再吃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是吃鸡的中间那些肉 尽量把鸡脚啦 鸡尾巴啦 鸡头啦 鸡翅膀 都先留下来 好不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2023年呢 就会呢 这个金鸡独立一杯冲天 然后呢 第四样 要一只鸡 好 当然就通膨的关系 很多人说 喔 我看到鸡好贵喔 有一千多的 有八百多的 以你的收入量力而为 这个鸡跟鸡呢 其实是这样子 你们买全鸡不要剁开来好不好 请不要剁开来 整只鸡 整只鸡 那最好是拜整只鸡 拜拜的作用整只鸡才叫全鸡 那鱼的话也不会切开来喔 不可以喔 什么一片一片不要 一定要一只鱼 那一条鱼的话呢 这条鱼呢 你可以分大小啦 尽量带点红色的鱼是最好 好不好 带点红色的鱼 那头尾不要吃 头尾不要吃 年年才会有鱼喔 鱼就是什么 让我们财富有鱼的意思 好 那蛋白质也很多 第五样呢 要四只猪蹄 那总不能把一只猪带回家嘛 所以最好就是四只猪脚 可以熬 可以炖 可以煮汤都可以 那这个猪蹄也代表呢 我们在2023年呢 就是财富满溢的意思 好 猪油最多 对不对 所以今年可以用猪油 财富满溢 猪油其实是很健康的 第六样要长年菜 长长久久的长年菜 那你可以用面线 面线加长年菜 如果家里有爸爸妈妈或者年纪大的人呢 都可以吃长年菜 小孩也给他吃长年菜 在我们2023年呢 长年菜呢 可以让我们呢 这个呢 长寿 长寿的意思 所以面线不能剪断喔 好 第七样佛跳墙要一锅 好 没有佛跳墙也没关系 你可以煮一锅火锅 好不好 里面呢 有鸡鸭鱼肉虾什么都有都可以 佛跳墙要一锅 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只有佛跳墙通常都是菜市场上面有做现成的 Supermarket也有卖现成的 但是呢 如果你说啊 我的这个收入有限 那你就不一定要买佛跳墙 要煮一锅 煮一锅小火锅也可以 有些是单身煮嘛 还没有结婚嘛 你也可以煮一锅小火锅 里面呢 十全十美的菜 你可以有鸡鸭鱼肉啦 饺子啦 水饺啦 凤丸啦 这些都可以十样东西 好不好 那常年菜也可以 那面馅也可以放进去 就是让你都可以吃得到 十全十美 第八样的话呢 白红萝卜 萝卜糕 好 红萝卜 白萝卜 代表好彩头 对不对 你看人家选举的时候呢 是不是都有好彩头 送一个萝卜给你的好彩头 那要绑红线喔 这个呢 如果是要吃的时候呢 加上一个红萝卜 那代表呢 红韵高照 那红萝卜呢 是什么 好彩头 好不好 萝卜糕也可以 那这两样东西都可以买 好 第九要呢 香肠 为什么要吃香肠 香肠就是 长长久久 这样知道吗 要吃香肠 你不要把它吃了久久久 久算香肠 一算一算拼命吃 香肠是吃个意思一 意思就是让我们今年呢 财富长长久久 而且呢 会让你的运气越来越好 好 第十样要面线 我刚才讲过面线不能简断喔 就是让我们呢 有饭 有面 然后呢长长久久的财富 第十一样要高丽菜 步步高升的高丽菜 那个高你就知道 美丽的菜 今年呢我们一定要吃到高丽菜 以往我很少叫人家吃高丽菜 人家吃高丽菜 炒一盘高丽菜来吃 让你年年高 2023年越来越高 名望高 财富高 还有官运高 多好 对不对 还有呢升官高 那真的太棒了 那如果是做武将的呢 可以当上了五官高 恭喜你们 第十二样要吃绿豆汤 奇怪为什么吃绿豆汤 绿豆汤最主要的话是文昌 今年在中宫 所以绿豆汤非常重要 今年呢一定要吃绿豆汤 那你说老师吃红豆汤可以吗 好红豆加绿豆 加汤圆都可以 绿豆汤可以加红豆 然后加汤圆 啊加龙眼干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呢你可以要想煮一锅绿豆汤来吃的话呢 今年呢文昌运会越来越好 升官发财机率越来越高 好这个年三十希望大家都穿点红色的衣服 洗澡以后呢 来我要教大家洗澡要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吃以外洗澡很重要 要有香气的肥皂 擦点香精油也可以 如果你擦你有香气 那个肥皂有香气吗 我们要去掉成功 去掉呢 晦气 去掉不好的运势 所以呢 请你呢 不要忘记了 好 那年三十呢 不要忘记了 围炉要吃这些东西哦 好先洗澡 再围炉 好不好 让你呢 财源广进 家运昌隆 然后呢 平安健康 这最重要的 让你呢 玉兔临门 然后呢 玉兔送钱 金兔送钱来 好 希望大家呢 在2022年的年底 2023年 迎接好运气 然后呢 让我们呢 在兔年呢 兔年大吉 恭喜发财 谢谢各位 好 祝福大家 不要忘记了 帮海洋老师 按赞分享 开订阅 小铃铛 老师非常开心 真的 我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没有办法睡好觉 但是呢 在18号前两天呢 我居然呢 就把这个 在我们小编 共同努力之下呢 我要最感谢的 就是我们这几个小编 真的 他们的技术 真的很好 而且呢 很认真 把这个我的 这个YouTube 追回来了 也感谢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你们哦 拜拜 谢谢大家 我到你们了 我到你们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